大家好,又是我五哥 今天這條影片是接回上一條影片 就是關於量子版的吸引力法則 這條影片比較長,當時是50分鐘 將文字版的敘述 所有都濃縮成一條影片 如果大家還未看,可以看這條影片 今天就有一個圖像版告訴大家 我希望今天這條影片短很多 還有圖像,令大家更明白 這個文字版是講什麼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 一個很特別的概念 值得大家花點時間去了解一下 看完這條影片之後 我相信你對這個現實世界 又會多一層深一點的了解 請大家留意 首先出處就是一位女士 這位女士叫Marina Jacoby 她本身是一個通靈人 是寶加利亞的女士 大家寶加利亞都很出名 有個婆婆 又預言很多東西 她的預言不是預測什麼世界大事 雖然也有講世界大事 但重點不是她預言中還是不中 重點是她通靈那些 不是Grid 是一些十一維度的生物 或者有部份是Council of Light 和一些類似小夫人的外星人 他們給人類一些很重要的科技 和一些資訊 希望大家明白這個世界 宇宙是如何創造 如何形成 如何運作 上次這條 我這條影片 將她的書中 所有關於這些概念 都放入一條影片 所以就比較長 但已經很濃縮地講 都50分鐘 今天就嘗試用圖像版 因為她本身教了很多seminar 即是很多webminar 應該說在網上youtube 大家可以找到的 但都有點複雜 所以我就嘗試將她講的內容 再濃縮一點 希望大家一條影片 可以看得完 明白她想說些什麼給大家 好 那我們現在就去吧 這個量子版的吸引力法則 圖像版 這次圖像版 是Marine Jacoby說的 是怎樣的呢 首先大家 先要明白 什麼叫做quantum structure 她就將這個 宇宙量子結構 她就嘗試很簡化地 用圖畫 就解釋了給大家看 她就用一些蛇仔 蛇仔 首先第一個concept要明白 就是 所有東西 所有人 事物 物 都是由不同的聲音 不同的光 所組成的 就是一些蛇仔 不同的東西都是一些蛇仔 所以全部都是一些hers 不同大小的 frequency 或者光波組成 就是這些蛇仔 而這些蛇仔 有些是會互相共振的 大家有共鳴 他們就會黏著 變成一個圓球 這些圓球 它叫做plasma 我中文就當它是一個小球 一個小波波 而你會發現這個小波波 是有一個洞洞在裡面的 而她說這些小波波 就代表一些不同的現實 因為這樣的組成 就變成一個現實 而這個小波波是什麼呢 其實是一個黑洞來的 這些黑洞 就會是可以穿梭 就是當作一個Portle 大家應該Portle名 就像那些外星片一樣 由A點到B點 那些叫Portle 而Portle本身 是可以去到最小 就是Zero Point 即是零 中文應該叫做零點長 去到那個零點長 所有東西都是靜止的 在那個狀態 或者叫做 是沒有任何的頻率 是可以出出入入的 只有各支 那那個就叫做零點長 如果大家熟悉 有些比較外國的靜坐方法 或者一些科技書 或者其實很多翻譯書 都有說到零點長 是一個可以說 最深最深最靜止狀態的一點 有點複雜 但你當作一個很靜的 學戶底 那就是那個地點 這個就是Plasma 而人呢 這些就是這樣組成 變成這樣 其實所有這些不同的球 再互相有共振 或者共鳴 這會產生一個 這樣的東西 就是一個人的生命 或者一個人的 他的現實 這個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所有東西 你去到最小 已經看得到 是沒有實物的 其實如果大家有看過 在量子 你學書也有說過 其實你所謂 你見到一個很實在的手 或者身體也好 你將顯微鏡 去到最小最小的看 基本上 裡面 大部分都是空間 很少部分 就是電子 什麼子 什麼子 其實這個道理就是這樣 這裡很簡單 就說了這個量子結構 是由這些光 和聲音 的蛇仔組成一個圓圓 小球 又在不同小球 大家產生共鳴 又會產生一個更大的物體 所以從最小到最大就是這樣 知道了這個宇宙量子結構 有什麼用 就可以開始了解 什麼叫平衡現實 他說 首先你要明白 就是我們每一刻 都在創造下一刻 他用Hologram 我先當它是一個現實 每一刻都在創造下一刻 所以他經常都很強調 就是你很重要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就是你做什麼決定 或者是計劃什麼將來 而是你現在這一刻 才是最重要的 因為你這一刻的決定 就決定你下一刻 是會有什麼發生 而你所有的現實 都是由你自己創造出來的 就沒有關於任何人事 他的理論 即他教是這樣 其實我覺得 他這個說法 都跟白沙之前 都有提過 就是巴夏的理論 就是說 你做任何決定 你怎樣做決定 就是跟你心裡的最高 expectation 你最想做的事情 就是你最high 你現在這一刻 最想去什麼 就是吃朱古力 那你就吃朱古力 這樣子的意思 那說回來 這個平衡現實是怎樣 你現在就在這裏 那你下一刻 就因為根據你 現在這一刻 創造下一刻 不斷創造下一刻 如果你保持著 現在這一刻 是很低的frequency 2Hz 那你創造下一刻 都是2Hz 你再是 2Hz 去創造下一刻 的現實 都是2Hz 所以你永遠 你的timeline 或者你的時間線 永遠都在這裏 如果這個2Hz 是代表一些很低層 譬如很 很憎恨 在憎恨之中 或者經常都很怨恨之中 所以你永遠都是 在一些怨恨的世界 或者環境 或者人 或者時之中發展 那你可以怎樣做呢 那這裏 他又說了 可以怎樣做 就是說 為什麼你經常都會遇到 一些衰人 或者老闆 或者經常都這麼黑仔 就是因為你長時間 你的思想行為 都是停留在2Hz的時間線上 所以要改變 就是要你提升自己的自身頻率 就是你經常都在罵老闆 老闆衰啊 同事衰啊 老闆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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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 frequency 永遠在這裏 那怎樣跳出這條時間線呢 你便要彈上去5Hz 這5Hz 可能一個比較平靜的環境 心境平靜一點 多些寬恕 那些 要跳上上一層 而這個例子 就是三條時間線 剛才講 是同時存在的 因為根本沒有時間 時間是人的 concept 人的意識 覺得有時間 所以我們可以由一個時間線 跳到另一個時間線 所以這是很重要的 不要覺得我現在在這裏就永遠在這裏 其實你只要轉一轉就可以跳上這裏 就去另一條時間線 要做一些事情你才可以去到這個時間線 那做些什麼呢? 就是跳到另一個時間線 只要改變你的情感思想行為 因為他們全部都有frequency 有不同的頻率 大家很簡單你試想想 你很生氣的人 你的心已經不斷跳 你的血液沸騰 你的臉都脹了 你生氣的時候就是這樣 但如果你很平靜的時候 你在Honey旁邊很舒服的時候 你的心是不是很舒服 很開心 所以兩種不同的情感 是不同的frequency 所以記住這三點是很重要的 你的情感 你的思想和你的行為 這三點都是很重要的 這三點是會發放不同的frequency 出去你的周圍 你的身邊 你的宇宙 所以你沒有跳到另一條時間線 只是因為你沒有行動 沒有改變 沒有時差 而處於新的frequency 即是你沒有改變任何的情感 思想和行為 所以這三點一定要好好記住 你不要再說 為什麼我吸引法爭不弱 或者什麼 因為你永遠都會停在這裏 譬如我現在這裏 我沒有男朋友 沒有一個很好的男朋友 每個男生都是來找我好處 你經常都保留著這個想法 這個想法 那你就保留在這裏 你沒有嘗試跳上另一個想法 保持著這個 你不可以一時想一下 我可能找到好男朋友 突然間又跌下來 又在下面 你沒有長時間保持在這個frequency 所以這一點大家要記住 然後 明白了如何跳出這個時間 你就要做少少事情 你每次遇到人 都會遇到不開心的人 嘗試或者被人罵之類 總之是不開心的場景 那怎樣做呢 首先你不要馬上反抗 先不要馬上用自己自動機制 自動波 開始反彈 開槍 先不要太快 首先你要抽離現場 你當下那一刻的情緒 可能你想要爆了 那你不要爆了 你保持著 盡量 calm down 先抽離現場 然後不要讓負面情緒 馬上很快爆了 因為如果你的負面情緒還未爆 即是你未開始罵人 未開始有情緒的時候 那一刻你還可以保持著 但當你一開始爆 那你就麻煩了 就很難收回 所以一定嘗試控制自己的情緒 抽離現場 抽離場景 當這件事 不是自己發生 即是不是發生在自己身上 不要這麼快有負面情緒 馬上爆出來 那 記住 所以這些平時都要記住 你所有的現實 其實是你自己創造出來的 不能說 任何人 為何不是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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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不是那樣發生 為何 為何 一時就跳上上面 想多兩想 就不太相信 然後又跳上上面 然後又跳上上面 這樣做是沒有用的 一定要長時間保持在很高頻率 很正面的思想下 不要讓自己跌下的頻率 其實是很實的 你和愛 寬恕 上次給大家看的圖 大家還記得嗎 上次給大家看的 這個台灣Youtuber 超級旅行者 他做了一幅很好的圖 我講這個 其實是將 Dr.Hawkins 所有的frequency 由低至高 將它圖像化 表達出來 畫得很好 這些很實的frequency 有黑 灰的顏色 煩惱 自責 絕望 失落 黑 灰 壓抑 焦慮 上癮 貪婪 憎恨 這些都是很dark 很dance的頻率 大家要學習 如何跳出這些低頻 去高頻 所有的陽升 全部都在講這些 如何把自己的frequency 由低 轉移去高 其實現在整個地球 都是由低去高的 爭取你用什麼方法 各種方法 去揚升自己 所以大家要學習 勇氣 滿意 300 400 500 幸福 慈悲 樂觀 這些字 看一看 但實際上 你未必是很明白 如何達到 所以大家很值得 逐個詞去研究一下 你是否真的明白這些字 要學習如何達到這些 所謂的境界 講回這裏 發生一些不開心的事 要抽離 保持自己 不要爆 不要負面情緒 立即爆出來 要正面 要保持正面 平時多多練習 譬如做正座 是一個好方法 保持自己的心態平靜 不要經常都很波動的情緒 要記住 負面情緒 全部都是很濕的 很濕的 很濕的 大家要學習 如何把自己的 提升到高的 其實要改變 你的風格 當你自己 做人都好像演一場戲 做一個舞台劇 你現在這一輩子 在演這場戲 在演這個角色 就是扮演這個角色 現在突然間 做這個角色 你不用太執著 你隨時可以 導演叫你多給點戲 現在要你 不要太悲哀 要你做一些很快樂 很喜悅的經驗 其實你一switch 你就可以 基本上可以 轉變你的情緒 去一個開心快樂 體諒 或者寬恕的感覺 當然這些 初一講就容易 但是要練習 但是你 是要開始練 你不要只聽完就算 因為你不練 就永遠都不行 只想是不行的 好了 做了這幾樣 其實所有的 manifestation 就是所有的顯現 你吸引法則 說的那些 都是在現在的 就不是在將來 或者不是在過去的 大家要記住 所以很多人 就說吸引法則 不成功 就永遠都是說 有condition 就是如果什麼什麼發生 我就什麼什麼 就不是這樣的 其實基本上 要成功 一定要是 你要相信 那些環境 是直接出現了 而出現了那一刻 你是什麼狀態呢 你是很興奮 很開心 很喜悅 很喜悅 或者什麼都好 就是那種狀態 就不是說 你好像說的句子 老師叫你讀句 是陳述句 不是這個意思 裡面有很多 剛才所說的 剛才不是說 你才可以做一些 最強烈的情緒 放進你的畫面 裡面 而那件事 你就在前面 覺得這件事 已經是發生了 對前面 來說 他是不知道 你這件事 是將來還是現在 因為他沒有時間 所以你是 放一個這麼強的 訊號 進你的畫面 做realization 其實基本上 那件事 就好像發生了 那些環境 事 人 正面的東西 就會自動吸收起來 其實就是這樣 所以你一定要 又說回 巴夏的說法 就是 你的理論就是 你要留意自己做的 每個決定 是否出自你自己的真心 有時候 那些人做事 例如讀書 也是這樣 讀書我選哪一科 爸媽叫我選 我選哪一科 或者我做事 媽媽說這份工作 好 好 做這份 根本不是出自你的內心 真我去做 或者你根本是出於Ego Ego 即是你很自我 想炎耀 做這份工作 好 每個人都覺得我高高在上 很威風 但實際上 你不是喜歡做這份工作 那 記住Ego 其實都是很dense 的 frequency 都是很下面的 frequency 就不是真實的 這個Ego 有機會我再跟大家說 其實是假的 你以為 那個我其實根本是沒有存在過 不過 這個深一點 我遲一點再跟大家說 總之 大家記住 你出的決定 要想一想 你是基於什麼 去作出這個決定 那 Marina 就舉了一個自己親身 例子 因為他有一次要買車 他就覺得 我都這麼出名 我怎麼都要駕駛 BMW 不要前七那些 那些 老爺車 你知道美國的老爺車 很差 隨便開得 就算 他說怎麼都要駕駛BMW 他當時 其實就出於他的Ego 就知道 但是他 外於自己的身份 即是很想炎耀自己的身份 很高 我好像 我真的這樣 找到很高的地位 或者錢 所以就買了一輛BMW 誰知道 就沒多久 他發生車禍 他人沒事 他的車 就完全失敗 那他那次 他就學到 那些 B型 即是他那些 Channel 那些 外星人 就已經跟他說 其實你要顯現的東西 一定要是出自自己的心 不是出於Ego 或者不是出於其他 雜的原因 一定是你自己發自內心 是想做這件事 所以很多人 其實一生都是沉沉滅滅 在找人生方向 大家都可能經歷過 但是 其實 人生的方向 是不是真的需要不停地去找呢 那我可以都很肯定地告訴大家 其實不是的 每次你做的決定 只要你當那一刻 在苦心自問問一問自己 你自己內心最想做的是什麼 那你每一刻 如果都是這樣做 做每一件事的決定 其實 靈魂 可以說 或者是真我 是真的會告訴你 你最想做什麼 那這些才是活出真我 那當然 你一定要學習 連結你自己的心 因為很多時候 現代社會 已經是不記得 向裡面 大家如果 看書 或者什麼 大師所說 很多都教大家 現在 不是要向外追尋 你向外追尋 你這麼多科技 這麼多高科技 你手機 連年都換 你 由小屋 由劏房 大屋 轉大屋 你住得很開心 那又如何呢 是不是真的開心呢 其實沒有真的 向裡面求 那這個才是重點 這個是要大家再思考一下 可能你未必覺得是很真 但不要緊 慢慢來 今集就先說到這麼多 希望今次用圖像的方法 能夠說清楚 這個宇宙結構 和 所謂的吸引力法則 和所謂的 不同的時間線 和你每一刻 記住大家 每一刻的決定 都是很重要的 不要小看你現在這一刻 所想的 或者所想行動的 全部都是很重要的 對你走哪條時間線 是不是永遠都在下面 很low frequency 在動 經常在埋怨 還是你真的想跳出 這麼痛苦的環境 想向上跳 所謂向上流 大家值得思考一下 今天講到這麼多 希望這條影片幫到大家 記得給個like 支持一下我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最好就分享給朋友 我相信很多朋友 都需要這些 最新的 新心靈的資訊 多謝大家 明天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